這輩子王岐先生的遭遇是每放遇下 他又因為追究六四屠山而被判鑑出回來 又為追究豆腐渣工程而被判錯鑑 最近最離恐的就是因為他在這個國保拿到一份怎樣對付他的資料 然後放在網上這樣就叫做洩露國家持有和洩露國家機密 是荒謬到不能再荒謬 這個銘記八九六四六四八九三年差不多 是不見天日 甚麼是不見天日呢 是沒有人見不到天 看不到太陽 即是人家也看不到你 所以為甚麼共產黨那麼緊張 因為今年是共產黨的建國所謂建國的七十周年 亦都是八九民運的三十周年 想當年中共建國四十周年 很多人覺得夠了 四十年夠了 一黨宣席才奮起反抗 所以 我希望 胡可樂先生 王富裕先生 張宗勇先生 其實是因為共產黨怕六四的三十周年 怕到發軍才會負民贖 所以我希望 在六四的三十周年 記得我們會列得出 有幾多個是因為爭取平反六四 而坐牢的人 其中一個已經穩貴建國 這就是劉耀國先生 我提議 我提議 我劉耀國先生 和所有犧牲性命的朋友 問我一分鐘 好 好